嗨,大家好,我是撩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韩国剧情电影《隧道》 有人说,没有什么题材的电影是韩国不敢拍的 无吐槽不含影 正如大家所见,电影《隧道》依然是从头到尾直击人们心灵 故事发生在韩国夏岛市 4S店的销售经理李正珠正在加油站加油 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 他特地买了蛋糕请假回家庆祝 接来李正珠的业务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因为耳朵听力不佳,多加了两倍的汽油 李正珠虽然生气,但也没有多加怪罪 抱怨了两句,便准备结账离开 这时,老人急匆匆地从加油站跑出来送给李正珠两瓶水 李正珠应了一声,继续赶路 不久之后,李正珠驱车进入了刚刚建成的下岛隧道 前至一半,隧道内的账明灯突然发生故障 紧接着,隧道顶端发出一阵阵巨响 李正珠下意识抬头去看 只见隧道顶端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并且开始快速坍塌 李正珠躲闪不及被掩埋其中 好在混泥土块没有机种驾驶位 他只受了一点轻伤 等缓过神来之后 李正珠顺着数据线找到手机 借着微弱的信号拨通了紧急救援电话 向机器员说明隧道坍塌自己被困 机器员闲聊了一番,稳东问西 最终留下了一句请耐心等待 便挂断了电话 随后一辆紧急救援车来到了下岛隧道 车上的救援人员以为只是简单的碎石坠落 却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整条隧道的坍塌 很快下岛隧道坍塌的消息 便被主流媒体大肆报道 当地政府为了堵住媒体的嘴 急忙组织已经大庆为首的救援队 入住下岛隧道展开救援 一些媒体为了抢夺热点流量 竟然开车闯入救援队的驻地 并直接拨打李正珠的电话 进行通话直播 此事让金大庆大为恼火 他强行终止了通话直播 并命令下属将计者们赶出去 随后金大庆接通了李正珠的电话 告诉他要保持冷静 合理分配身边的食物和水 至少要坚持一周时间 同时通过李正珠对周围环境的简单描述 判断出他被埋的大致位置 金大庆和李正珠约定 每天12点通话 其余时间关机 节省手机电量 李正珠满口印下 刚要关闭手机 妻子世贤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他的情绪非常激动 李正珠听得出他在啜气 为了安抚世贤 他故意装作轻松的样子 并告诉世贤 自己一定会活着出去 与此同时 下岛式的官员们来到救援现场视察 金大庆向他们简单的汇报了救援进度之后 请求暂停下岛隧道二期工程 官员们十分不情愿地应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救援队打算使用无人机进入隧道探查情况 结果因为传导信号被铁控时产生的磁场干扰 无人机进入隧道不久便坠机了 金大庆询问无人机操控者 是否可以换有限操控机器人进入隧道探查 对方表示 有限操控机器人在美国总厂 一时半会儿无法送来 为了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金大庆带着下属直接驱车进入隧道探查情况 按理来说 为了防止震动引起二次坍塌 探查行动需要尽量压低声音 但下属却极为不专业的鸣笛传递消息 金大庆连忙喝止下属 并告诫他轻声轻语 这时 李正珠给金大庆打来电话 告诉他自己听到了汽车鸣笛声 这就表示李正珠被埋的位置 距离金大庆不远 救援的难度将大大减小 下属为了确认李正珠不是幻听 数次鸣笛试探 结果导致隧道发生了二次塌方 救援难度不减反增 不过这次塌方也让李正珠 对周围环境的描述具体了一些 金大庆借此直接锁定了被埋位置 随后调来大型机械 直接从山顶向下挖掘 政府官员文讯即刻赶来 在媒体面前鼓吹救援方案 以获取民众好感 转眼三天飞逝而过 李正珠按照金大庆的叮嘱 严格控制食物和水的摄入量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然而持久战是非常煎熬的 李正珠必须保持心态平稳 一旦心理防线崩溃 那么他将很快的在绝望中死去 为了保持心态 李正珠不断给自己找事情 干转移注意力 他从货币箱里取出玻璃水 请洗坐垫又取出了球衣和足球 自娱自乐 这时李正珠突然听到 不远处的通风扇没有响动 他急忙捡起了一块混泥土防身 谁料是一只宠物狗在移动 李正珠试探着 向通风扇的另一头叫喊 那边果然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女生 他急忙给金大庆发短信 通报情况 而后顺着通风扇爬过去 发现满身灰伤的美娜 被压在了驾驶位无法脱身 美娜询问李正珠有没有水 虽然所剩不多 但还是分出来一些给了她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正珠与美娜作伴度日 两人一起聊天 一起听音乐放松 心态因此好了一些 然而就在一切开始好转之时 新的危机又狠狠 闪了李正珠一个耳光 因为得不到救治 美娜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她小声向李正珠要水喝 但当李正珠将水拿来的时候 美娜已经走了 自责令李正珠的情绪出现波动 加着宠物狗又偷吃了蛋糕 她终于忍不住狂怒起来 李正珠将水瓶扔在一边 奋不顾身地挪开美娜身上的混泥土块 然后脱下衣服 盖在她的身上 为她保留最后的尊严 等李正珠恢复理智的时候 水瓶里的水流得只剩一点了 这意味着她能坚持的时间也不多了 她给金大清打电话说明了情况 金大清为了争取救援时间 便让她喝尿坚持 迫弃想要活下去的李正珠 只得遵从建议 就在她落入绝境的时候 宠物狗带着她找到了一袋狗粮 这也正成为了李正珠活下去的新希望 因为这件事 她对宠物狗的态度可是大为转变 开始和她嘻嘻打闹 分食狗粮 甚至将狗象圈取下来自己带 结果象圈的收缩功能 令李正珠惊慌失措 胡乱扭动 最终造成了第三次坍塌 这次坍塌令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露了出来 李正珠终于能展开手脚自由活动了 而且她还在一处缝隙中 发现了渗进来的雨水 这就意味着她生还的希望将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 救援队已经挖到了坍塌的隧道 李正珠马上就可以得救 得到消息的媒体蜂拥而来 他们举起相机对准了救援现场 等待着李正珠获救的那一刻 然而获救的场面却迟迟未能出现 金大庆等人面色冷峻的围惧在一起 似乎在商议什么 原来隧道的施工图和实地有出入 救援队因此挖错了地方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救援队要重新挖掘救援树井 而李正珠又要进行漫长的等待 得知消息的李正珠崩溃了 他绝望地倒在地上 在手机电量耗尽之前 向事先交代了遗言 救援位置的误判导致舆论开始反弹 媒体们阴阳怪气地做着救援报道 事不关己地预测着李正珠的死亡时间 政府也失去了耐心 官员们言语中透露着想要放弃救援的意思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一溅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救援人员在清理隧道杂物的时候 不小心被误伤牺牲了 舆论的风向瞬间发生改变 所有人都认为救援人员的死是李正珠造成的 就连李正珠上幼儿园的女儿也因此被孤立 牺牲人员的母亲气愤地来到救援现场 对事先破口大骂 并用鸡蛋狠狠砸在她的身上 导致事先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她在政府官员的劝导下 签了放弃救援声明 命在电台公开向李正珠告别 此时李正珠正在车载电台中听到了这些话 她的内心非常不甘 为了自救 李正珠只能凭借自己的双手 一点一点向外挖掘 与此同时 政府已经在坍塌隧道附近填埋炸药 开始进行下岛隧道的二级工程 一旦炸药被引爆 下岛隧道必然持续坍塌 李正珠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当所有人都以为李正珠必死 所有人都放弃救援的时候 金大庆勇敢站了出来 她在炸药引爆的前夕 带着收音器钻进了救援树井 试图收集李正珠还活着的证据 但政府却根本不给她机会 他们在金大庆下井不久 便开始引爆炸药 下属担心金大庆出事 于是将她强行拉出树井 仓促间收音器落在了隧道中 随着一声声爆炸 金大庆颓然的坐在地上 又是自责又是不甘 这时金大庆突然从监听设备中 听到了隧道下微弱的声响 她急忙拿起耳机仔细听 果然听到了一阵阵汽车鸣笛声 这是李正珠求生的最后希望 金大庆马上命人终止爆破 同时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政府 请求重新开始救援计划 终于在被困后的第35天 金大庆救出了奄奄一息的李正珠 为了见证这历史时刻 无数媒体早早守候在隧道口 当金大庆抬着李正珠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一拥而上 荒谬的大声询问 李正珠感觉如何 政府官员为了露脸提升民众好感 居然拦截担架要求合影 仿佛李正珠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件能提升身价的贵重手势 不耐烦的李正珠向金大庆耳语了几句 眼见的记者当即要求金大庆将原话 一字不漏地说出来 金大庆清了清嗓子 冲着记者们大喊道 滚 记者们顿时哑去无声 准备合影的官员也尴尬地走开了 李正珠对金大庆竖起了大拇指表示感谢 但这个手势却被媒体解读为 李正珠感谢政府的救援 而从开始升华主题探讨生命与坚持 官员们趁机一拥而上 将救援的功劳抢了金光 故事的最后 金大庆孤独地写这修员报告 他的周围没有鲜花 没有掌声 人们似乎忘记了 若是没有他的坚持 李正珠或许已经被困死在隧道中 电影隧道根据小说改编而来 由金成勋指导 上映于2016年 是一部直击人心的剧情片 本片利用的一次救援事件 将社会摆态精准地搬到荧幕上 无情地揭露了媒体和政府官员的丑恶嘴脸 对于媒体来说 李正珠救援事件 仅仅只是吸引流量的手段 对于政府来说 李正珠救援事件 是获得民众好感的绝佳炒作机会 谁都没将它当作一个需要救援的活人 而是当作了一柱获取利益的筹码 为了流量和好感 媒体和政府左右横跳持续打脸 相比电影原著 则更加的黑暗绝望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